柯文哲藉由這一塊地 賺到了土地上的價差 而這個價差正式破壞居住正義 正式造成年輕人買房 為什麼價格每年高漲的一個元凶 他在他的證件發表會第三階段談論居住正義 但另一方面他一手草地 這就是兩套標準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日前遭爆料名下位於新竹的農牧用地上 停放多輛遊覽車 遭外接質疑農地違規使用 柯文哲也回應 土地都依法報稅 也會將土地盡速恢復原狀 回歸農地使用 並捐出租金 柯文哲的農地 與賴清德的賴皮寮有何差別 對此媒體人張雨萱他這麼說 柯文哲的農地 他跟賴清德完全是異趣同工之妙 他們兩個之間 我很難分得出一個高相 因為畢竟都是魔術大師 如果說這個賴清德是這個胡迪尼的話 那這個柯文哲就是大衛考伯飛 可以把這個雕像變不見 那就厲害了 因為當他現在一直在跟你聚焦說 沒有啦 我跟你講啦 這醫生買地啦 就我跟我學長啦 然後大家開始在那邊扯說 農地是不是有農用 到底當初買是誰 你已經被他轉一焦點了 因為我就問柯文哲有沒有說過 要把這個農地捐出來 他有沒有說過要把這個獲利空間捐出來 只要沒有做這兩件事情都假動作 因為今天就算他把上面的柯油跟水泥淘汰了 恢復原樣了 農用了 他還是沒有辦法改變一個事實 就是柯文哲藉由這一塊地 賺到了土地上的價差 賺到了獲利 而我講百話文這個事情就叫做炒房嘛 柯文哲買了一塊農地 本來上面就鋪有柯油田 放了16年 然後另外一邊 他浪費了國家的國土資源 沒有讓農地農用 他一邊又跟你說我要再生農村 我要再生農村 然後跑到南部去 看著光電田望陽星探 說哎呀烏戶哀哉呀 我們國土怎麼如此被糟蹋 然後另外一邊呢 一手在糟蹋著自己 位在新竹的農田 這就是兩套標準嘛 所以各位 當你去計較說國有什麼時候挖 計較說有沒有繳稅 租金有沒有還的時候 這個如同柯文哲所願 他就希望你這樣想 因為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你就忘記一件事情 他已經賺了三到四倍的價差 而這個價差正式破壞居住正義 正式造成年輕人買房 為什麼價格每年高漲的一個元凶 我跟你講我很少對這種政治人物 就是有情緒的 但我當我昨天看到柯文哲一邊 談論的居住正義 他在他的證監發表會第三階段 談論居住正義 但另一方面 他一手草地皮 你草地皮我可以接受 因為你是醫生嘛 那時候投資理財有道 比如說人人 像我們的攝影大哥 像你如果說草地皮賺到錢 我給你拍拍手 但你今天是要選總統的人 所以現在當然可以改 這改法就是說 我16年前作為醫生身份 所以我選擇投資草地 造成房價堆高 我覺得當下我沒有任何錯誤 但是因為今天我作為一個總統候選人 我必須要基於總統的高度 比於基於居住正義的理念 居住正義的政策 我自己也要以身作則 把這塊地捐出來 把相關的獲利服散給郭克光 但柯文哲有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沒有做到 我只看到柯文哲一下聚焦在柏油路 一下在遊覽車 一下在所謂的所得稅 一下在地價稅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談到核心的議題 也就是當初他糾團 就是為了草房 但草房不可恥 而真正的問題在於說 你現在必須要言行一致 而你不願意言行一致的狀況之下 等於你還想要透過居住不正義 透過草房的獲利 把他留下來 把他放在自己的口袋 我覺得這最讓人家沒有辦法接受的地方